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少外媒将上述冷血荒谬言论翻译报道 引爆乌克兰民愤 甚至波及当地中国人 不少侨胞表示 在乌克兰被敌视 并呼吁同胞刘口德 不要再把他们往火坑里推 还有留学生气得在推特上发影片大骂 表示 现在躲在防空洞都会被乌克兰人逼问 有些同学只敢假装自己是日本人来自保 有网友表示 国内网友大多支持俄国 少有人同情乌克兰 主要原因是被当局洗脑了 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容侵犯 是国际公认的原则问题 但很多人不了解 据悉俄乌开战后 中共起初不愿撤侨 要当地侨胞在住处挂上五星旗以保平安 现在驻乌克兰使馆眼见苗头不对 26日上午急发通知 要求大家不要亮明身份 和展示识别性标志 然而26日竟有网传消息指出 中使馆已经失联 侨胞非常恐慌 甚至撕毁中国春联等标识 2月27日 使馆大使范仙荣发视讯驳斥斥 已经逃离基辅的传言 并声称 我们一定要等安全了再走 有网友表示 在乌克兰的外国人 早在16日前都撤离了 甚至非洲的人都撤完了 有网友质疑 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真好吗 虽然中共已于25日松口称准备撤侨 可迄今也没有行动 人们正在交际等待官方包机撤离 但网传包机费用相当昂贵 网友披露 包机回国费用105万人民币 我绝对相信中共能干出这种事 俄乌之战已进入第五天 然而一切似乎不如普京的预期 俄罗斯的一系列举动更令外界惊讶 欧洲议会议员特拉斯日前援引一份俄文文件指出 先前普京以为战事能速战速决 但事实是俄军缺乏足够的战术计划 以及后勤补给 仅携带了足够3-4天使用的火箭 必须截至使用 之前由芬兰 斯洛维尼亚和德国提供的物资 也都被切断 若乌克兰可以抵抗俄军10天 那莫斯科当局就只能停手 并被迫谈判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钱 武器与资源 特拉斯称 对于俄军进攻乌克兰的进度不顺利的状况 普京非常愤怒 目前该消息尚未被核实 近日英国独立电视台ITV 还得到一份俄卫生部的机密文件 文件显示 普京准备在入侵行动中牺牲5万名俄军 莫斯科正在为医疗紧急状况做准备 外界怀疑俄军目前损失惨重 另据《每日电讯报》报道 一则产品简介影片揭露 俄国可能会把行动火葬场用在此次军事行动上 以试图掩灭伤亡士兵的证据 影片中一辆卡车上 配置着外观上看似火炉的设备 其大小足以容纳一具成年人一体 据悉普京周日还命令他的军事指挥部 将俄罗斯的核威设立置于战备状态 以回应各国对莫斯科的经济制裁 外国纷纷谴责莫斯科此举不负责任 各方还担心普京将命令军事首长使用化学武器并攻击医院 在莫斯科入侵乌克兰第四天 中共官方宣布 开始在南中国海和博海举行军事演习 外界认为此举意不同寻常 据中央社2月27日引述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 海南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表示 27日将在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 届时禁止驶入 辽宁海事局也发布航行警告表示 27日将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执行军事任务 另外台湾国防部26日证实 美海军一艘驱逐舰由南向北通过台湾海峡 有学者分析 美国像是北京知道 美国还是有掌握印太动态 误借此机会强烈军事作为 并令印太盟邦放心 台湾空军26日晚间还发布共机动态表示 8架共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外界担心中共复制俄罗斯攻击模式 趁机对台动武 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接种表示 若共军要在台海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 需动员集结大量人员与物资 整个动员与运输规模 将超过共军以往投入的任何一场战争 目前还没有出现这些争厚 接种也认为 共军现阶段还不具备武力犯台 速战速决的能力 短时间内要对台湾发动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可能性很低 但他提醒道 不排除中共会升高在台湾周边的武力威胁 随着乌克兰冲突加剧 美国、英国、欧洲和加拿大等西方各国达成共识 将俄罗斯主要银行从Swift国际支付系统中剔除 旨在进一步孤立俄罗斯经济和金融体系 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很快会变成金融孤岛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给媒体的一份声明中说 将俄罗斯银行从Swift系统中剔除 将阻止他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部分金融交易 并有效地阻止俄罗斯的进出口 他说盟友将阻止俄罗斯动用其战争基金 使其中央银行资产瘫痪冻结其交易 并使中央银行无法清算其资产 美国一名高级政府官员对CNBC说 我们现在已经瞄准了俄罗斯所有十家最大的金融机构 他们持有俄罗斯银行业总资产的近80% 我们将追查他们的游艇 他们的豪华公寓 他们的钱 以及他们送孩子去西方名牌大学的能力 国际金融研究所副主席 经济学家艾琳娜·里巴科娃对彭博社表示 制裁俄罗斯 央行可能会对俄罗斯经济及其银行体系产生巨大影响 这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银行挤兑和美元化 伴随着大幅抛售 储备枯竭 并可能会导致俄罗斯金融体系全面崩溃 伦敦兰倍资产管理公司的策略师蒂姆艾什对彭博社表示 此举对俄罗斯来说将是毁灭性的 我们会看到卢币崩盘 有时政评论人分析 一个国家一旦从这个Swift体系中被踢出来之后 将会变成金融孤岛 跟国际上没有钱的来往了 当然就没有货物来往了 这样的话就等于跟整个世界隔绝了 这意味着俄罗斯辛辛苦苦积攒的 6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市场就完全被冻结了 现在俄罗斯的生产能够维持多久就成了问题 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很快就会面临着商品的短缺 物价的飞涨和民生的凋敝 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 俄罗斯即使占领了乌克兰 它也很难再撑下去 铁链女的悲剧和政府的不作为 使得江苏徐州封县成了全中国关注的一个焦点 金融界人士也对此表达愤怒 呼吁不给徐州封县投资 随着网络上全民追寻徐州铁链女 真实身份的热潮不断升温 中国网络上越来越多的金融公众号 也开始谈论铁链女事件 并纷纷采取不同程度的抵制行动 来表达对封县和徐州当局纵容掩盖 当地拐卖虐待妇女黑幕的愤怒 早在2月16日 从事金融服务的瑞亭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表文章 列出了封县的财政预算 财政收入 政府债务 以及封县城投债项目 文章并未多加评论 但金融券人士立刻心领神会 纷纷转发 呼吁抵制对封县的投资 微信公众号物债说债 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 做飞镖的朋友们早就已经行动起来了 华新信托发行的封县经开信托计划 好几家代售方已经从产品柜台下架了 连江苏新仪的产品都受了影响 还有网友抵制封县生产的产品 例如在封县设有一个制造基地的亚迪电动车 也受到网友的抵制 原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国际部主任王军表示 负面新闻对商业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视 封县生八个孩子的铁链女 和封县城投债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人们一听这个封县 就觉得恶心 就不想买它的债券了 有网友发文表示 这是自己生平第一次看到金融圈内自发的集体抵制某个地域 让自己看得热血又热泪 另一个网友留言评论道 关注了那么久 作为前从业人员第一次看到泪目 金融业不少见被称之为吸血行业 但这次看到了良心 北京时事评论员张乐表示 金融圈抵制或者其他圈子抵制风险的行为 可以说是中国良知在线 铁链女事件可以说是打破了人类底线 所以说人类的内心良知慢慢的就起来了 把中国人原来的一盘散沙集结起来了 独立撰稿人诸葛明阳表示 毫无公信力的风险如今成了人们发泄愤怒的一个靶子 但中共治下的中国又哪能找到公信力呢 不给风险投资解决不了实质问题 但人们的这种愤怒情绪 人性的觉醒会很快蔓延 如果人们想到的是不再给中共投资 那中国人就真的自由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